聯盟戰局第二的蒲園 迎戰盧主臺平 趁著橘山軍主場周號召粉絲 到場加油助陣 簡號開賽不啰嗦 外圍先來一槍 小事身手 接下來back to back 繼續強盡頭 積極要到球之後直衝進去 上籃得分 第一節就火力全開 個人獨拿十二分 而且他老兄每季連連 這回靠著隊友前面吸引防守 讓籃下是孔蕩蕩 得分輕鬆愜意 自己也演不住笑容 蒲園靠著扎實防守 讓臺平進攻端平平打鐵 首階只拿下了七分 蒲園則是取得二十比七的雙位數五千 蒲園球員輪流放送三分蛋 繼檢後之後 替不得力氣味大功能出手 也沒有問題 而且換個方式 籃板自己搶 再進場分數 這場比賽大家關注的 還有楊杖里恩 因為腰傷無法出賽 招來賀夫即可救援 沒有想到今天剛抵臺的他 似乎難以進入狀況 體力和球隊默契也是一大考驗 讓臺平半場 暴達完二十一比三十五 依舊沒能拉近分差 一籃過後 九國英雄拒絕低頭 有陳兆豪扮演板燈暴徒 單捷八分帶動這一節後段 蘇醒 一分半難掀起八比零 小高潮將分差追到了個位數 決勝節臺平繼續衝 攻守轉換快速 打得對方措手不及 一波七比零攻勢追到一分差距 而減後掌握全場最高二十一分 連標兩顆外線想駐隊 拉開差距 可惜臺平不放棄 不放手同樣回進外線緊要 今天攻下十五分 六籃板的黃松漢拿球出手 Bingo 原本以為是超前三分 結果經過缺任後 左腳踩線是一擊龍二 但還是將比數追平成了六十一分 比賽剩下十五秒 扑原還有一波進攻機會 結果找到了Q 關鍵的跳投命中 就這樣 菊山駅在幾套駭狼之中 以六十三比六十一顯身臺皮 外體新聞綜合報導